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小晶片ChipLite技术通用性高,有望在多个领域产生影响,提高经济效益。 由此产生的ChipLite标准化组织UCIE备受关注。 该团体的创始成员包括台积电、韩国三星电子、英特尔、高通、AMD等半导体公司,以及Meta、Google、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 小晶片是指将影像处理、输入输出、通讯控制等并行运算等各种要素分别制造成小晶片,然后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在一起的技术。 小晶片通过电连接使它们像大晶片一样发挥作用。 过去,所有的半导体元件都继承在一个晶片上。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应用使用不同的半导体技术。 与依赖小型化的传统方法相比,小晶片技术在产量和成本方面更具优势。 通过简单地改变小晶片的组合,可以低成本扩展产品线。 除了扁平面积,单位面积的效能也可以通过堆叠小晶片来提高。 据日经亚洲报道,在日本,相关研究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2022年10月,东京工业大学开发了一种连接小晶片的新技术, 并与大阪大学等研究晶片堆叠技术的机构, 以及日本驻有电工、Maxell等十余家日本本土企业成立小晶片集成平台联盟, 推动技术开发与验证。 东京工业大学一名特聘教授满怀期待地表示, 在半导体产业中,传统的前工序和后工序之间将出现晶片集成的新产业领域。 日本在材料和制造设备上有优势。 有使用这种技术的行业,比如汽车行业,日本也有很大的胜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正试图振兴其晶片制造部门, 并加强相关产业供应链,行业观察人士称, 由于这一战略,日本将形成九州雄本县和北海道千岁市两个新的晶片制造产业集群。 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正在雄本建造工厂。 JASM是台积电,索尼和电装合资, 台积电拥有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此外有报道称,台积电正在考虑在雄本建设第二家晶圆厂。 观察人士称,雄本无疑将成为日本最大的逻辑IC生产中心。 观察人士表示,另一个新的晶片制造产业集群将在千岁市形成, Rapidus将在那里运营并建立其2奈米晶片工厂。 Rapidus将致力于生产日本本土的尖端逻辑IC, 并计划首先在该市建设市产线。 据称,Rapidus将向其研发和批量生产阶段, 注资总计5兆日元折合373亿美元。 观察人士表示, 与九州相比,北海道成为日本下一个半导体制造中心的前景病人怀疑。 此外,其还诚称, 如果台积电在雄本建立第二家工厂的计划得以实现, 雄本作为半导体中心的地位将得到巩固。 第二家工厂可能会采用具有7奈米制程的先进工艺技术, 以及EUV曝光设备机台。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 欧洲知名半导体研究机构IMEC日前宣布, 将接纳新成立的日本晶片制造商Rapidus为其核心合作伙伴。 在2022年底比利时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 该机构已经和Rapidus签署了合作备忘录MOC, 加入核心合作伙伴计划, 则标志着相关异象证实执行落实。 IMEC执行长表示, Rapidus是日本努力夺回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领先地位的基石。 通过这种合作关系, 他们将帮助Rapidus研究和开发必要的关键技术 以量产最先进的2奈米晶片。 像这样的先进晶片可用于5G通讯、 量子运算、资料中心、自驾车和数位智慧城市。 这是晶片行业强强联合而不是分裂的右翼力证。 虽然各地区需要加强自身实力, 但只有开放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强强联手、跨界合作。 这是IMEC近40年来一直珍视的工作方式。 IMEC的核心合作伙伴计划自2005年推出以来, 已经在世界顶级代工厂、IDM、 无精元厂和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之间 建立了紧密的研发合作伙伴关系。 该计划建立在IMEC尖端的捷径式基础设施之上, 该基础设施拥有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具。 这使合作伙伴能够对远远领先于工业需求的技术进行研究。 除了Rapidus之外, 核心合作伙伴计划成员还包括台积电、 格罗芳德、英特尔、美光、高通、三星、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AMD等公司。 日本为了重振半导体产业, 八家巨头联合成立了Rapidus公司, 并且与IBM合作。 争取最快在2025年量产2奈米工艺, 然而IBM的合作还没尝到甜头, 却突然遭到格罗芳德起诉, 称他们侵权而且泄密。 这家从AMD分离出来的晶片制造商 格罗芳德 Global Foundries在4月下旬表示, 已对IBM公司提起诉讼, 指控其非法分享机密智慧财产和商业秘密。 格罗芳德在起诉书中称, IBM与日本半导体公司Lapidus共享了智慧财产和商业秘密。 格罗芳德表示, 该公司拥有唯一且独家权利来授权和披露, 作为2015年出售交易一部分而获得的技术。 此外,格罗芳德还称, IBM还非法向英特尔公司披露并滥用其智慧财产。 IBM2021年曾宣布, 将与英特尔共同推进下一代逻辑与封装技术的研究工作, 以加速半导体开发和制造领域的创新。 格罗芳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IBM可能不公平地获得数亿美元的许可收入和其他福利。 其诉书还称, 格罗芳德与IBM在纽约州Albany合作开发了数十年的技术。 2015年, 格罗芳德获得了独家许可和披露这些技术的权利。 为此,格罗芳德这次还向IBM寻求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 并要求法院禁止IBM停止使用这些商业秘密。 格罗芳德还称, IBM一直在挖角该公司的工程师。 自2022年12月宣布与Rapidus合作以来, IBM又加快了挖角步伐。 因此,格罗芳德此次还要求法院下令禁止IBM的这种行为。 值得说明的是, IBM跟格罗芳德关系为浅。 2015年, IBM将旗下的半导体制造业务卖给了格罗芳德, 并且还使用格罗芳德的14奈米工艺代工了Power9处理器。 然而, 双方在合作的同时也有过很多不愉快。 在这次起诉之前, 格罗芳德就跟IBM打过官司。 2021年, 格罗芳德曾要求法官裁定, 该公司并未违反与IBM的一份合同。 IBM以违约为由要求格罗芳德赔偿25亿美元。 2021年, 格罗芳德要求法院判决, 他们没有违约, 要知道这个官司现在都没了结呢。 因此, 这次也是格罗芳德自2015年收购IBM半导体工厂以来, 第二次起诉IBM。 从格罗芳德的起诉来看, 他们在看到IBM要跟日本分享2奈米工艺等技术之后, 认为IBM获得了授权费, 而这笔钱应该属于格罗芳德。 他们的诉求首先是寻求补偿, 其次是禁止IBM分享技术机密。 至于案件最终如何判, 最终可能是IBM RAPDES补偿一笔钱给格罗芳德。 当然, 还有一种方案拉格罗芳德入伙, 共同开发2奈米等先进工艺。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你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